Penet Worker到底承载了多少人的梦想 承载了多少人的希望 我们为他又是欢欣 又悲又喜 说不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最近呢每天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在抱怨 在埋怨 其实呢我们参与Penet Worker 从头到尾一分钱都没花过 但是呢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花了很多的时间 我们在了解它 我们在试图读懂它 然后呢这个项目也确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 新奇的一些感受 当我们对这个区块链 或者是对外部3.0 或者是对加密货币一无所知的时候 都是派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新鲜感 那我们不知不觉 陪着这个项目走过了三年的时间 六月份是一个分水岭 在六月份我们期待的东西有很多很多 但是六月份已经过去了十天 到目前来看呢 好像也没有太多的一些进度 但是项目方也没有在做事 毋庸置疑他一定都在做事 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 我们这些派友是无从得知 包括管理员他们也不知道 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KYC的一个进程问题 我在浏览这个脸书的时候 发现台湾地区的很多派友 他们收到了派的这个KYC邀请 而且呢都是当天就能过 有身份证的有这个护照提交的都有 就是最近收到的基本上都是当天就能过 那台湾地区也有很多 包括马来西亚香港 也有很多提交了两三个月的 没有通过的 基本上他们的情况 跟我们天朝区的情况是基本上一致 没有说好像是故意把我们天朝区的老矿工给积漏了 好像都是给这个新矿工给了很多机会 还真的不是这样大家都一样的 就说无论是台湾地区 还是我们大陆区 还是香港区 还是马来西亚 还是新加坡等等 都是一个情况 就是老矿工收到KYC邀请的这个频率呢 是非常低的 这个概率也是比较低 但是新矿工收到的频率比较高 然后收到的这个次数也比较多 是吧很多人都已经提交了 反复收到 所以说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理解成 是一个系统的一个漏洞问题 那最近呢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消息说 项目方正在试图修整 或者是调整这个KYC的一个插槽问题 可能会从这个邀请制变成一个主动申请制 这个又是一个时间概率问题 因为我们玩这个项目到现在 听到最多的就是即将马上很快 就是说我们听到的这种字眼是最多的 这个项目好不好 毋庸置疑 它带给我们的希望是最大的 带给我们很多的感受也是最新的 肯定好 通过这个区块的高度 通过大进节点的数量 通过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热度 那毋庸置疑这个项目是非常优秀的 但是一个全新的项目 它肯定是需要很多时间去润色 需要这个时间去打磨 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参加头脑风暴的这些商城 特别是来购买和拍电商城 他们维护这个商城这么长时间 也是花了高额的资金 在打磨 在维护 对吧 包括那些挂节点挂了一两年的 那他们的费用也都是毋庸置疑 真金白银的在往外出 除了我们这些免费用这个手机点个闪电之外 那大进节点的 还有做商城的 做地推的 那他们的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我们心心念念 依然在盼望这个项目快点成功 快点走向一个正轨 快点让我们都完成KYC 快点让我们都完成这个B子的映射 对吧 希望能够尽快地完成这个异货这个动作 至于价格如何 我不能说 因为每一个人心目中对这个派的期待 这是不一样的 那所谓的共识就是由市场共同去打造 那大月姐的这个共识肯定是不低的 因为我也是把自己的很多的希望 放在了这个派上面 毕竟生活需要苦难 生活也需要磨练 就像我们人的成长一样 从娃娃坠地一直到成长到中年老年 那么都是需要岁月的洗礼 所以说在这祝所有的派友 韩氏依然坚持好好点亮闪电 曙光就在眼前 坚持就是胜利 但是我们要留意 我们要留意 我们要留意